今天节目一开始 当然还是要来聚焦 AI盛世台湾TEAM继续狂舞 台积电股价今天还是很强 本来眼看要回档休息了 没想到尾盘吉拉 最后维持981平盘 继续往千元来扣关 算了一下 今年过一半 台积的股价已经涨幅超过6成5 有人传出 3000万梭哈台积电已经爽赚 八位数了 但回头你来看 驱动这一波狂潮的核心 当然就是NVIDIA 黄仁勋 他当初如何一路把Intel 把高通都得罪光了 然后自己像个过河竹子一样 默默地创造超过5900倍的获利 最后登机市值第一 没错 今天台股继续创历史新高 这里面来说 当然AI的两个大龙头公司 一个是广达 一个是鸿海继续在往上冲 那台积电今天略为休息 不管尾盘的时候还是拉到平盘 那今年来说 它的涨幅已经来到65% 等于是说如果你今年年初买一张 到现在为止来说 就赚了38万 那整个目前为止台积电 ADR市值已经来到 9319亿美金了 下一步可能就朝 一兆美元的这个大关挺进 那事实上现在分析师都蛮看好 台积电有可能会成为 下一个兆美元俱乐部的成员 为什么呢 因为目前为止它的订单 真的相当相当的好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阵子包括AMD NVIDIA Intel 苹果什么全部都下单 而且现在传言说 黄润轩应该接受台积电的涨价 所以对他的订单不但爆满 他价格还会往上升 获利真的是水涨船高 那目前为止来说 连过去一段时间 韩国媒体都老是在酸 台积电 他现在认输了 他说什么 为什么我们现在拿不到订单 因为归于台积电的高粱率 还有可靠的先进制程的生产力 好 那我们就讲 高粱率来说的话 这个台积电目前为止来说 5奈米跟3奈米的粱率 是大概80%以上 目前为止 三星还在20%到30% 所以你这个就完全比不上 另外就是因为我这个生产能力比较好 所以你给我的这个晶片 我可以生产的比较好的状况 包括说像封测 你看之前高通给这个三星做 就会热过热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 台积电除了高粱率 还有先进可靠的这个 制程的这个生产力 变成是牢不可破 他的护城河 那当然了 对于三星来讲的话 他现在能怎么做 就挖脚 打不过你 我就挖脚你 对 没错 那怎么挖脚呢 主要三星目前为止 从辉达挖了278个人 然后台积电挖了195个人 然后英特尔挖了113 1138个人 但是辉达也会挖三星 所以辉达员工来说 有515个人是来自三星 所以这个互相来挖脚 挖脚来挖脚去 但是我觉得大家反而要留意的是说 三星从台积电挖的人 因为为什么 三星之前曾经有挖过梁梦松 所以那次让他整个技术 大幅的增加 那这一次他挖什么 你可以看到 显然三星把目标 放在先进封装这一块 他挖一个重要的人 只能够把那个型做出来 但是那个魂 他没办法做出来 什么叫魂呢 台积电的型 当然是很多工程师 但是他的魂是什么 他的魂其实就是他周边的 所有的供应链的搭配 这才是他的魂套 为什么这样说 你看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 COWAS封装 这是基板 然后这是中介层 然后这是HBM 然后这是台积电定工 带的这个SOC 这么多东西 你要什么 要封册做起来 那台湾有没有封册 有 我们目前日月光 还有细品 还有历程 都是全世界封册的 遥遥领先者 那目前为止 韩国的封册 在全世界排名25名内 只有4家 所以他的市占率 根本就没有封册的能力 台湾不只是有 这个金融带工能力 我们封册能力还非常强 尤其是你看 南韩的封装人才 大概是500个人左右 那我们台湾的台积电来说 就台积电 光是台积电 就7404个 你根本不用讲 日月光细品一大堆 而且台湾还有一个最强 这个其实是强中之强 就是因为COWAS这些东西 是我们台湾自己发明的 所以你知道 所有封装的这些COWAS设备 都是只有台湾能够做 所以你即使要进来都很难 像台湾几个 像军阀 或者说像什么红硕等等 这个都是独家 那你知道 现在搞了怎么样 现在韩国也要来挖这些人 你就知道说 其实这种护城额 绝对不是他短时间之内 能够追得上的 所以AI台积电 现在变成了剑法 变成了龙头 所以想追赶的 全部都挖台积电人 台积电老老早就已经 布下了独龙潭 让你手都伸不进来了 对 没错 那当然除了加薪之外 另外就是还有非常多的 员工的这个计划 特别要推出一个 叫全球员工认股计划 这个简单 就是说如果你可以自提基金 要买这个台积电的股票的时候 公司帮你补助15% 假设你要买100股 那公司帮你出15股的这个钱 这样一个状况 另外一个就是 他有很多所谓的预额津贴 他的预额津贴来说的话 他目前为止也是台湾 生产这个新生额最多的 这个去年来说的话 约莫生产了2463个人 那当然生育补贴加码10倍 然后幼儿园在这里面 然后配合这个公司员工上下班 所以要靠所谓的幸福感 留住台积电的员工 驱动这波AI狂潮的核心 当然是NVIDIA的黄仁勋 观众朋友你知道吗 当年只是一个过河竹子的角色 如何胆这么大 一路把Intel 一路把高通都得罪光了 在若干年后 交出了5900倍的惊人获利 登机登上了地表 市值最大的公司 对 没错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 你看一个台湾的 Gina创造的公司 是可以到世界第一 你知道他的这个 目前为止来说 他们身价大概约莫是1300亿 前几天的时候 一天增加40亿美金 身价大概是1300亿 他现在的整个 这个身价来说是1000多亿美金 好 那目前为止 全球排行榜是第11名 那当然目前为止来说 大家对挥打的这个股价 还是持续看多 甚至连美国的分析师都说 挥打未来一年的市值 可以到达5兆美金 现在是3兆 5兆就一直在涨50倍 那目标价就从140到200块 那当然了 因为为什么我说 这个很感人的故事呢 事实上他在五年前的时候 连20大都排不上 市值排名 现在就不但已经排到第一大 而且开始呢 有机会拉大跟第一 第二名的这个差距 那实际上我们来讲 他过去的故事 他1999年的时候 当时NVIDIA上市 那上市那时候的 这个贾伯斯回锅 这个苹果 那当时英特尔是半导体的王 结果没想到 他三年之后呢 他就挤升到标准普尔的500大企业 所以算是厉害 然后目前为止来说 我刚才俊相提到 从上市到现在为止 赚了这个5000多倍的这个数字 那另外一个 但是他不是没有遭遇过危机 他在金融危机的时候 开始遭遇到一连串的这个挫折 当时原本要转型 他原本跟AMD合作 结果AMD就说 我们要跟你合作 我收购了一个绘图晶片大厂的ATI 我就不跟你合作了 然后他又转向跟英特尔合作 但是呢 因为呢 他跟苹果有合作关系 所以就被中止了 这个也不能够去 也不能够找英特尔 就后来又找安谋授权 然后结果没想到 因为跟Google合作 又惹了高通不生气 又惹了高通生气 所以等于是说 很多人他怎么走怎么走 好像处处碰壁 所以他股价其实在2008年那时候 2008、2009年的时候 曾经遭遇到一些危机 不过后来黄元勋他说 我还是坚决 就是我们要做的就是什么 我们要做的就是图像处理这一块 所以他从2012年推出了 所谓用于资料中心的图像处理晶片 就是也就是现在AI的雏形的晶片 我讲的GPU 对类似这样的雏形 但是当时也没有涨 因为你看2012年 当时股价也是没有涨 一直到什么时候 一直到真的加密货币 因为加密货币 的确是要用到GPU的算力 来挖矿 所以就开始崛起了一次 开始崛起一次 当时有开始往上涨 结果没想到2018年 遭遇到这个寒冬 挖矿马上又雪崩 所以股价又开始雪崩 然后2022年又爆发俄乌战争 股价又往下跌 但是经过俄乌战争之后 整个AI在去年开始大爆发之后 它股价就开始 形同这样子有喷发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在它股价不好的时候 在2022年股价不是有 大幅回挡的时候 事实上那时候台积电 也跟着回挡 那台积电当时的 也约莫是腰斩 从600多块来跌到 约莫是390块的这个数字 当时分析师说 你要回到这个600块 还要5年以上的时间 这跟回打差不多 结果没想到时间 才过了不到3年的时间 它不只是回到了高点 那当时台积电的高点是688 现在的高点也是逼近千元 当时的这个回打的市值 可能还不到1兆美金 现在已经来到3兆美金 所以在告诉你说 其实黄仁勋能够走到今天 其实后面有非常多的血泪 后面有非常多的 他的坚持 才有创造今天 这么庞大的市值 跟这么伟大的一家公司 好我们听到这个地方 这一波的AI浪潮 中国呢 真如老谢他的形容 只能用嘴巴吃豆腐吗 中国最近两个大厂说 等着吧 我们的4奈米手机晶片要来了 真有这么厉害吗 过去他们要超车 就是砸钱砸钱大基金 可是现在中国富人 正破纪录的出逃 没钱 你要怎么超车啊 全世界最大 最激烈的一场 无烟消的战争 是 是什么战争 AI战争 中美科技战 是 包括AI 包括晶片 包括半导体 对 好 美国率领他的盟军 对中国大陆 下了这个封印 但是中国大陆就想把封印突破 这两天 大家一直谈一个热门话题 美国的封印 被破了吗 被破了吗 好 主要是这件事情 中国大陆的紫光斩瑞跟小米 称4奈米已经tap out tap out 就是设计已经完成了 是 可以上生产线 就被量产了 如果因为紫光斩瑞 他现在排名在世界3到4名 他如果真的是4奈米已经下线 他有可能去跟高通 跟我们的联发科去并驾 十区了 好 当然中国业内人士已经说了 2026年可能性比较大 大家都惊慌 难道中国大陆突破 美国的封印了吗 封印了吗 没有 第一件事情 拜登看到了这件事情 是 立即下令加强封印 加强什么封印 最近这两天 美国商业部副部长 艾伦 非常非常神秘的 先到荷兰 再到日本去 到这两个国家 记清楚 然后居然还是被媒体跟到 发觉到美国跟日本跟荷兰 签有神秘协议 为什么这三个国家 我等到讲给你听 这三个国家有多重要 好 那除了他跟这三个国家 有神秘协议之外 艾伦特别去加强力道 封印力道 另外 你知道现在 中国大陆的晶片厂 被美国限制 清单有几家 五家 对不起 听说 马上一口气暴增三倍 美国要祭出 16家 大陆晶片厂 我给你封杀到 你刚刚问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是 荷兰跟日本 我要跟大家讲 美国的封印 是五道极机密的封印 一下压上去 哪五道 第一个 技术封杀 技术封杀 美国的盟军有 荷兰 日本 德国 韩国 美国 签署秘密协议的 第二个 封杀 就是工具 工具 比如说这个EDA EDA是 这个晶片里面 最重要的工具 EDA是什么东西 就是 晶片设计自动化 EDA 我给你 全世界排名前三名的 第一名美国 第二名美国 第三名荷兰的西门志 防堵得死死的 他们在 2025年 占据的 它的占据是 八成以上 所以你是被封印 你突破不了 第三个设备 半导体设备 当然设备种类很多 但是我跟大家讲 包括了 石科 光科 成绩等 美国跟他的盟友 占了七到八成 你也没办法突破 我简单跟他讲 光科技全世界最大的 就荷兰 EUV 艾斯摩尔 好 再来就是材料 你知道全世界 半导体材料 最大宗的两个国家 哪两个国家 日本 美国跟日本 而且 中国大陆自己产的 半导体材料 不到1% 所以 这个封印一加上去 产生了什么效果 2015年 中国大陆 喊出了一口号 2025年 中国制造 是 那就是明年了 就明年 对 当时寒数目标是 半导体 70% 是 都是由中国 自己制造的 对 70% 是 结果被 美国的封印一压上去 目前 估计 到明年 中国的 自给率 是多少 多少 不到20% 所以 只剩一年的时间 100% 要中国能够掌握 现在不到20% 差得可远 所以要拼命地追 过去中国要这样超车 干嘛 砸钱 大基金 大家都还有印象吧 在中国 还有这个条件吗 对 好 中国为什么在2015年 敢喊出70% 的自局 当时他们有两大 特别 第一个 国家队 是 第二 国家队有 庞大的基金 去支援他们 但是现在 美国的资金 更庞大 我简单讲了 刚事从讲了 现在世界第一名 是挥达 是 挥达已经 三兆三千 亿 然后 微软三兆三千亿 是 苹果 三兆两千亿 对 加起来 十兆 十兆 光这三家公司 就十兆 对 那我们现在把 上海股市 深圳股市 香港股市 全部加起来 对 十一兆 九千三百 亿美金 惊人 三家公司 这几乎就等于 中国所有的市值了 第一个 所以砸钱 你不一定砸得赢了 对 好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更可怕就是 中国大陆有钱之后 它的富豪 开始往别的国家移民 世界第一名 各位要知道 今年到现在 富豪移民 十二万八千人 是 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从来世界上 没有这么多人 各国的富豪 因为战争的原因 不稳定的原因 开始都在 往外面 那第一名 是中国 对 一万五千两百个 富豪 往外移民 英国第二 印度第三 好 那你的富豪移民 你就开始 你的资金 往外面 走了 因此 现在 一个美国的 这个封印 在那边 五指三一样 封到 一个是 你的国家队 跟你的这个 金钱 能不能砸下去 这场科技战 还要打下去 五七报新闻的 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来了 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 让我们在 四月六号 中午过后 破百万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 九点到十一点 他在播的时候 我要盯着直播人数 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 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来点阅 一段时间 你们给了我 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 我要跟大家 再一次 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 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 五七报新闻 郡相 还有优秀的 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 每一天 挖真相 CA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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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